13. 東方日報 網民懇批排水系統與虛設 2015年7月18日兩岸A29 本部綜合報導,北京自2012年遭遇61年來最強暴雨及洪水災害 造成79人死亡後,不少網民質疑有關部門未有妥善維修排水系統 時次北京暴雨又引發多地水浸,網民批評北京排水系統認同虛設 未吸取奪命教訓雖然時次北京暴雨未有造成人命傷亡 但網民卻批評當局網故市民安危 一二年的奪命洪水災害至今已過去三年,排水系統還是這麼垃圾 這些年來都做過什麼,另有網民指出,今天,十七日的暴雨讓人想起三年前的災害 排水系統癱瘓卻無人理會,只能靠自己了 另外,北京地鐵7號線高米店南站亦出現流水情況 網民直斥豆腐渣工程在暴雨中顯現出來 此外亦有網民指,今年1月初北京地鐵14號線東湖渠站 也曾發生天花板流水事件,更形容為根瀑布此的 批評政府的建設真是糟透了。